那首先呢 我們來看一下第11章的習題啦 那第11章的習題在說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他說有兩個固體的球 solid和固體的 sphere就是固體球 石心的啦 石心的啦 這個石心的意思 那它的質量呢 是小A 就這兩顆 它這個質量是小A 然後呢 它的這個半徑呢 是大 那現在怎麼樣呢 它stump 就是它怎麼樣 在卡在這兩個 這個棒子的兩端 那這個棒子呢 它的長度呢 是3R 好 那它要去找什麼呢 找 假設我今天沿著這個棒子的什麼呢 垂直方向 一半也是垂直方向去做旋轉 就這樣轉 就是你們玩那個火棍啊 有沒有 不就這樣子嗎 火棍 火棍 火棍只是兩塊是那個 那個 你們生什麼 布還是棉花球之類的那種東西 對不對 然後一個棒在那邊轉 對不對 這其實就是火棍的轉動罐量啊 好 那這樣怎麼去算呢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來 這樣的一個題目 好 這是一個R 然後呢 這裡有個3R 然後再一個R 那我沿著這一個軸 去做這個轉動 好 首先固體球 固體球 固體球 它的轉動罐量 應該是多少 5分之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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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用是大M 小M 小M 對不對 5分之2 5分之2 mR平方 好 那一根棒子呢 棒子的轉動罐量是多少 12分之1 12分之1的 它是什麼大M 對不對 質量 小M 也是小M 小M 小M 好 它的R R是多少 R OK 長度 3R平方 對不對 好 好 所以呢 好 再來 這樣的一個棒子這樣轉 對不對 還有球這樣轉 那我們要注意到一個點是什麼 你的這個球 它不是沿著直行轉對不對 棒子沿著直行轉 它的球不是對不對 那球不是沿著直行轉的話 我們要用什麼原理 什麼定理 平行軸對不對 所以 I等於 ICM 加上什麼呢 M H平方 所以呢 我會等於5分之2 MR平方 加上什麼呢 M 好 H 我從直行偏移到轉軸 有多遠 這裡頭 這個長度是多少 2分之3R 對不對 再加上這裡有個R 對不對 所以其實是什麼 2分之5R的平方嘛 對不對 好 好 所以呢 這樣算起來 偷看一下 所以這是十分之133MR平方 然後把它這兩個加起來 把它加起來 就是答案 好 偷看一下是多少 好 所以相當於4.05MR平方 對不對 所以IRA 加上I 等於4.05MR平方 好 這是A小題 B小 第一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我們來看第二題 好 他說 現在 有一個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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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個block 就是這個 一個方塊 它的質量是2公斤 然後這個也沒有摩擦力 frissionless 這個沒有摩擦力 然後角度是53度的斜面 去滑動 但是它有一根線 接到這個 這個滑輪 這個滑輪 這個滑輪的大M 是4公斤 也就是說它被這個 它要拖著它去轉動 它才能往下滑 那這個滑輪的半徑呢 是0.5米 就是這邊是0.5米 好 那你可以把這個滑輪 當成是一個圓盤來計算的話 那請問一下 它的腳加速度應該是多少 A小題 那B小題 當它滑下 這個東西往下滑一米之後呢 它的速度應該又是多少 好 那怎麼做這個題目呢 怎麼做這個題目 一直在圓盤 然後呢 這邊這裡有一個 這個滑下去的斜度 這部3度 那這接了一條線 接了一個物體 這個物體的M 2公斤 這是2公斤 這個圓盤的半徑是0.5米 質量是4公斤 好 好 那A小題 他問的是 腳加速度 α等於多少 B小題 在怎麼樣 s等於1m的時候 v等於多少 好 那在這裡頭呢 我們計算這個題目呢 怎麼做呢 我們的用的方法 就是 tau等於iα 因為我們要求這個嘛 對不對 所以tau等於iα 好 那你的tau是多少呢 這裡頭誰會給力矩 誰會給力矩 是不是他給力矩 對不對 他給力矩 所以他給了這個力矩怎麼算 給的力矩 tau 是我的fr等於iα 對不對 所以我的給的力矩 mg乘上這個半徑r 對不對 iα 那α呢 就等於i分之mgr 對不對 好 那現在呢 問題是什麼 他有角度對不對 53度嘛 對不對 還有什麼東西呢 這裡應該多寫 漏掉了 mgr mgr sin 好 這要畫一下輔助線 你看 這個樣子 跟這個樣子 還有這個樣子 對不對 他力分成這兩塊 對不對 所以如果這是53的話 53度的話 所以 往下力是sin53 所以這裡 我多補一個 這邊都多補了 mgr sin53度 等於iα 所以mgr sin53度 iα 所以mgr sin53度 對不對 好 那在這裡頭呢 我的圓盤的upi是多少呢 圓盤 圓盤 讓它產生加速度 這個是 這一個純粹給它立舉 對不對 那圓盤的轉動觀量是多少 剛剛講過嘛 2分之1m r平方嘛 所以是2分之1乘以4乘以0.5平方嘛 對不對 所以應該就是2分之1嘛 這個跟這個消掉嘛 對不對 所以是0.5kgm平方嘛 對不對 好 那就剩下就帶進去裡頭囉 其他子你都是已知嘛 對不對 其他子都已知 所以呢 這樣算起來是多少 看一下 好 15.68 對不對 red 和s平方 好 那這個是A小題 好 那B小題呢 他說滑了一公尺之後 我的速度是多少 那在這裡頭呢 我們知道的式子是什麼 V0方等於V0平方加上2as 對不對 那現在V0 等於0嘛 對不對 所以V0 V就等於根號2as 好 那A是多少呢 A不知道 當然我們知道什麼 α對不對 根號2α 那A跟α呢 換算是什麼 αrs 對不對 因為A等於αα 對不對 那A已知 對不對 α也已知 這個α 這個α已知 所以15.68 R已知 R是多少 0.5 他說滑了多遠 滑了一公尺嘛 對不對 所以這樣算出來是多少 3.96 3 最後的速度是3.96m 3s 好 這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齁 好 我們再把一個小題上完 等一下我們再延後下個10分鐘 好不好 把一個11張完整講完 好 那我們再來看第三小題 有一個這個 有一個這個turn table 就是有一個轉桌 這個轉桌什麼意思 就是你們過年吃年菜的時候 這個桌子會轉動那種 可以把菜盤轉來轉去的 有一個這個turn table 那它的質量是2公斤 它的半徑是15cm 那現在呢 假設我今天這個 這個桌子會轉動 可是呢 它轉動的來源是什麼 有一個馬達在轉 假設我今天把馬達給關掉了 它關了20秒鐘之後呢 由本來的轉速3分之100rpm到鏡子 那它想要問的是說 那如果我現在要維持 我的轉速是3分之100rpm的話 那我需要多少的功率 好 那這需要用到什麼公式呢 我先寫一下 好 它本來是3分之100rpm 什麼是rpm ramp 每分鐘3分之100轉 一轉就一圈嘛 對不對 所以3分之100rpm 相當 我們現在做的都是si單位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怎麼去做換算呢 先要把它變成什麼 先要把它變成 每秒鐘多少的rad嘛 對不對 所以3分之100rpm 所以是3分之100 乘2π 它就變成rad了 對不對 一圈是2π嘛 它是3分之100圈嘛 每分鐘3分100圈 所以是3分之100乘2π rad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再乘上60分之1 這樣才是每秒鐘多少rad嘛 待會就變成每秒鐘多少rad per second嘛 對不對 所以這會變成什麼 這會變成什麼 2 30 0 消掉 所以是9分之10π rad per second 對不對 所以我們換成這個東西 好 那它要維持這個桌子 就是這樣的一個轉數 我們所需要知道的是什麼 我們功率定義是什麼 功率的定義 是不是 tau omega 對不對 如果你忘記牛頓的話 牛頓定義 本來牛頓定義 p等於什麼 fv嘛 有沒有 有沒有印象 所以呢 對應到腳運動的時候 tau就對應到f嘛 所以 ω就對應到b嘛 對不對 好 那 tau怎麼算 tau怎麼算 tau其實是等於iα 對不對 對不對 再乘上ω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我們就來算一下 那我們現在知道它ω 我們已經知道它ω 對不對 它最高的這個轉數是 最高的這個角速度是這樣子 那它所需要的腳架速度是多少 α是多少 α 是不是等於什麼 9分之10π 它回到0 對不對 他回到0 花了多少秒 20秒嘛 對不對 所以除以20 這是我們的α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反過來 這是摩擦力給你的 什麼 加速度嘛 現在反過來 我們需要給它這樣的加速度 才能抵抗摩擦力嘛 對不對 所以等於多少 這個18分之π 對的 rc 對不對 好 所以α也 ω有的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個什麼東西 i嘛 對不對 i的有多少 它現在這一個是15公分 對不對 然後呢 2公斤嘛 對不對 所以2分之1乘上2乘上0.15平方嘛 這個值是多少 這樣子 這兩個消掉 0.15平方 0.225 對不對 公斤 m平方 好 所以我們把這三個 好 這是1 這是2 這是3 然後呢 這個是4 對不對 所以把1 2 3 帶入 4 就會得到 我們的p 等於 0.013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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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完 好 好 好 這個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齁 好 好 那我們這裡的課先上到這邊下課學習10分鐘 好